如果我直接拿那個剛剛的Yahoo來改 Yahoo的部分的話 我是直接拿 假如說你們將來可以直接拿那個 比如說我Yahoo剛剛這一段 Yahoo的話我是在第19月這一段 剛剛是Ctrl-C 直接拿Yahoo的這一段 OK 然後我們剛剛這個是抓Yahoo的資料 那我如果要改的話 其實跟各位講 上面的這幾行 這四行基本上都不會變 因為我們原則上一樣要把原始碼抓下來 那利用Beautiful Super去找到那個有沒有 標籤或類別 所以這個都一樣 那不一樣的地方請特別注意 就是你的原始碼所指向的網站一定要改變 我們不是要Yahoo的 我們是要ET的 所以把Gate後面的網頁的名稱 網頁的這個連UIL連結把它複製一下 貼到這個地方 OK 所以如果假設要直接拿剛剛Yahoo的這段範本 其實我覺得這也夠了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說 再來我們來觀察什麼呢 我要的東西在哪裡 所以ET的對我剛剛講過 我要的資料在這裡按右鍵檢查 檢查完之後它有個A 可是這個A裡面的話 往上一層它H2 H2這個好像也不對 再往上這個是它自己本身也不對 所以最終的話找到應該是這一層 有點像它的爸爸、爺爺、曾祖父 其實如果你要再找上一層也可以 只是說我是覺得好像 這個你們可以試試看 只要是框框框柱的範圍都可以 所以我用這一個好了 我沒有用KS名稱 所以如果假如說 我要的方式是兩段式的爬曲的話 兩段式喔 那你應該是先確定幾件事 就是你要爬的東西 到底是爬一個還是爬多個 Find還是Find All 那Find的話除了可以爬一個之外 還可以爬第一個啦 所以如果它所在的位置剛好第一個 你也可以怎麼樣 用Find直接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標記名稱點兩下 那我的習慣是怎麼樣 一樣確定 怎麼確定 把它Ctrl C 然後Ctrl F Ctrl F做什麼呢 我直接把這個名稱貼到底下這裡來 那我先確認一下 到底裡面有幾個啦 不過KS名稱前面我是建議 最好是加一個雙語號 為什麼一定要加雙語號 因為有的地方 它其實也會用到這個名稱 可是這個名稱可能是註解之類的 像上面好像也有這個名稱 可是它是把它當註解 所以如果加了一個前雙語號的話 那比較可以確定說 這個是一個類別名稱開頭 就跟那個標籤名稱前面是小於符號 意思是差不多 那我們可以得到 這個類別名稱 我們在這個HTML裡面 總共有幾個呢 總共有四個 OK 然後它應該是第幾個 把它下一個 下一個看 下一個 它好像第一個有沒有 它是第一個 第二個 第三個 第四個 所以其實理論上這個網頁應該是一塊一塊的 所以其實你說DIV是做什麼 DIV其實是做那個什麼 板型的 有沒有 所以其實四個DIV就是四個板塊 裡面就放你要的東西 可以理解吧 以前早期比較舊的網頁 都會用table 可是你會發現現在新的基本上 不太會有人用table 在那邊用DIV做板塊分割 所以其實從這個也可以看出來 這個網頁到底比較新還是比較舊 OK 所以有的時候大概是這樣 這兩個 所以我們大概知道幾件事情 重點就是說 第一個 我知道它最外層 可能它真主負吧 OK 四層的 所以我們可以先抓什麼 第一個 它是第一個 所以我們用FINE 那程式該如何寫呢 請各位注意 可以在那個SP.FINE的上面再加一層 然後呢 我們可以先在這邊寫一個SP-1好了 SP-1的話指的就是 我要去爬的 就是剛那個DIV的那個名稱 然後用SP.FINE 刮虎 FINE什麼呢 FINE那個DIV的標籤 然後逗點的話 第二個就是它的類別名 那類別名稱 這個我可能記不起來 所以我就切到這邊來 把這個名稱點兩下 複製一下 貼到它的類別名稱 好 那所以得到SP-1 指的就是什麼 指的就是那個框框裡面的原始碼 所以如果你print出來 你會看到那一塊的原始碼 就在SP-1裡面了 好 那接下來的話 第二個 請特別注意 下面這個 就不能用SP了 請你把它改成SP-1 為什麼 因為我們是針對 抓到的那個框框裡面 再去搜尋 OK 所以特別注意 這個是找到那個框框 下面這個特別注意 就是針對那個框框裡面 再次搜尋 所以你說老師 那我可不可以 如果那個網頁很複雜 那我可不可以搜尋一塊 然後再搜尋裡面這一塊 然後再搜尋裡面再一塊 可不可以 你再多一個SP-2也可以 有沒有 有些網頁真的很複雜 你可以分階段去Patch 這樣子的話 可以確保Patch的正確性 失敗率也比較低 我是比較推薦這樣 OK 這招還滿好用的 你說老師那我可不可以一次 可以啦 可是風險太大 失敗率太高 OK 所以這個方法 好 那後面的話 就可以把A有沒有 後面的類別就拿掉了 因為不需要類別 因為那個框框 就那些個超連結 好像我記得大概8個還是10個吧 OK 所以反正框框裡面的A 總共500多個 但是因為你框框框起來 所以就剩下那些 這樣子有點像縮小範圍 這樣子我覺得滿聰明的搜尋方式 這個爬蟲 而且即便AI它也不見得會用這個方法 所以有的時候 不見得一定要用Target 我覺得可以自己改 所以特別是關鍵是 先採是一個SP-1 然後再用這個SP-1 去做Find-all 得到的話 不就是那些總共幾個 反正假設10個好了 那就有10個串列在這邊 一個串列裡面有10個 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不是0到6了 因為如果你0到5 你這邊可以改成什麼呢 去把所有的串列 那就L1 因例子的1 把例子的1裡面全部 通通幫我一個一個跑出來 然後把它的標題名稱列出來 把它的超連結列印出來 OK 這樣應該OK了 所以執行看看 沒有錯 所以得到的結果 這個就是它的名稱 這個就是它的超連結 不過好像後面多一個空白 所以假設你要把後面的空白拿掉 你再加一個Ship把它去掉也可以 不過理論上應該這樣就完成了 所以剛剛的重點我再提示一下 其實第一個我是把剛剛Yahoo的程式貼上來 所以改哪些地方 第一個改這個 第二個關鍵的地方改這個 增加一個SP-1 應該可以懂那個邏輯吧 所以其實我是覺得爬蟲也沒有很複雜 就記兩個方法 一個叫Find 一個叫Find-O 多個就是Find-O 然後如果一個或第一個 那就是用Find 可是你說老師這個地方 這個好像有四個有沒有 我們剛剛不是這個 這個有四對不對 那其實因為剛好第一個 可是你說老師 可是我不要抓這個 第一個 我想要抓第二個 我想要抓 不要娛樂了 我對娛樂沒有興趣 我想要社會焦點 欸 那怎麼辦 所以我講過 如果你不是第一個 或者是不只一個 它是四個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你可能要改一下 改成什麼 改成叫Find-O 有沒有底線O 那可是問題來了 它爬回來的這個SP-1 就不會是只有一個 如果一個它就會是一個字串 可是如果是多個 它就變成一個串列 有四個對不對 那可是問題哪一個呢 其實很簡單 你就直接在SP-1這個地方 再加一個中國阿虎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說 它爬回來不是會有幾個 有四個對不對 那我要的應該就是它的第幾個 這是0嘛 這是1嘛 對不對 OK 從0開始 所以我要的是它的第二個 因為從0開始 所以這邊輸入1 這樣的意思就是說 我要把它總共有四塊有沒有 我要的是第二塊 去做超連結的搜尋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這個其實我覺得應該不難理解吧 而且這一招真的還滿管用的 真的爬東西沒那麼困難 不要把那個爬童真的學太多 學這些都夠了 就綽綽有餘了 因為大部分都這些夠了 因為你網頁頂多是標籤跟類別 再來頂多ID 你說老師上面還有JavaScript 那個算了 你暫時先不要管 那個太深了 OK 你大概知道 好 那我們來試一下 所以看一下 如果OK的話 我們先確認一件事 社會焦點 這什麼 南壓公路 OK 好 大概知道 如果出現這個的話 應該就成功了 知情一下 南壓公 不對 沙石車 怎麼會是沙石車 我看一下 沙石車 不過有一種狀況 就是因為它這個焦點新聞更新太快了 你還在講解 它又換一個 有沒有 沙石車 為什麼 因為它已經幾分鐘就更新 大概兩分鐘更新一次 所以你不要以為 奇怪老師為什麼我抓了跟 因為它已經更新了 所以不要以為你抓錯了 沒有問題 OK 所以應該知道我的意思吧 所以這個ET Today這一段 請各位試著改改看 不難吧 如果你都可以記得起來 那應該就簡單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歡迎 為了